爸 没事吧 我忘了关瓦斯 台湾处于地震带 这样的情况民众可能都曾经遇过 为了提升住家用气安全 台北市近三年来积极推动 微电脑瓦斯表 免费倒腐安装 提升民众支出安全 玉石用气的时候会发生遮断 大量漏气的时候会发生遮断 第三个的话就是 五级以上的地震的时候 会发生会发挥预警性的遮断 那以利消费者能够避免 降低所谓的二次灾害 三大遮断系统保护用气安全 台北市从106年推动安装至今 换装率仅45% 平均每年的成长幅度大约是一成 因此产发局副局长 也点出了民众不安装的可能原因 消费者他们是基于经济的考量 会认为是说 微电脑瓦斯表跟机械表的部分 相对来讲就是每个月的 那个水基本费的部分 会有差40块钱的一个分摊的一个部分 台湾一年有4万次的地震 其中有感地震就有一千多次 如何避免二次灾害 是微电脑瓦斯表的一大功能 因此北市府也呼吁民众 除了每10年要更换瓦斯表之外 安装微电脑瓦斯表 更能保障用气安全 人间卫视陈明廷 陈一轩 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